那我們叫的肉堡 現在就先在這盆子內吸水囉 因為我怕會傷到葉綿 所以我都是讓他們用淨水洗 好 那喝水畫面也拍完囉 那大家掰掰囉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訂閱按讚 謝謝 大家好 今天為了要找肉 看肉 買肉 來到了桃園的多肉市集 來看一下 那我們待會就看看裡面有什麼樣的肉品 那若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按讚訂閱 謝謝 先從這裡進入來看一下 左手邊這邊就有一小攤的多肉 來看一下 他那一小顆就要一百塊 一百三 九十 那個是二五零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那看來他這裡的多肉價格應該會一品種不同 價格應該也不會清明到哪裡吧 這個好像是黑魔法 那個蠻特別的 這個橘色的 六十塊 這個應該會不會也就是所謂的捲捲的另外一種就是觀音臉 這個九十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去看其他的地方 那另外一番 這裡是五十的 這個火櫃是兩百 成光一百 這有一個大紅捲捲的 好特別大紅捲捲 下面這裡還有 這裡 防硬品 防硬品 還有一些 明肉 這裡的兩盆 十盆兩百 很少會吃 老闆娘捲捲的品種 他說現在只剩下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皮冰捲捲 其他捲捲類都賣完 剩下皮冰跟 大紅捲捲 他這邊 CP值還蠻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也可以來這裡挑 又到了另外一趟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愛蘭井啊 對 不是鋪日啊 不是 喔 這叫愛蘭井 喔對 因為他邊緣沒有那個小刺 對 還是愛蘭井 愛蘭井 這叫望靈 也蠻漂亮的 都是比較大顆 這顆唐映井很漂亮 對 唐映井 這顆唐映井多少錢 我看一下 很漂亮 唐映井 350 超划算的 這顆350 好多頭 可以看嗎 可以啊 可以來 可以看 這顆唐映井 350 多頭 喔 很紅很漂亮 對 它的景很漂亮 對 很紅很漂亮 來到了另外一區 這邊是韓國進口多肉 價格標語名牌賞 不覆盆 這裡不覆盆 是要自己回去做 一盆 種的 喔 這邊都是進口的 超巧很可愛 喔 這個也很漂亮 一堆 切下了頭 然後你要自己回去種的 那吉娃娃 這是吉娃娃 85 喔 這個 河 河什麼的 這個也蠻漂亮的 這個叫河什麼 河花 這個叫河花 雪蓮 130 85 喔 這個是什麼 珍珠美人 這個要350塊 來到這裡 放眼望過去 這一盤 就是 一盆30 五盆一盤 便宜 便宜 當然品種 應該就是比較一般般吧 那 待會可以來 慢慢挑一下 那這裡有說 本店又會 請勿跟其他店家要求 這裡真的很便宜耶 五盆一百塊 這裡 明明 多肉 一盆二十 六盆一百 明明 多肉 這裡 就是要直接 自己帶回家自己種 這個也蠻漂亮的 這盆肥滿 它還有韓信運草 哇 你看這裡還有水珠在上面 晶瑩剔透的水珠 一個也蠻漂亮的 有點慶血的感覺 這叫保麗安娜 雞蛋 這個叫雞蛋 兩百 這個叫聖誕 聖誕 聖誕 那我拿另外一區 欸 這個就是捲圈類的 這個我已經有了 這個有三夺圈圈的 它這個 浴露也冒牙了 有很多 仙人掌類的 這也是三十 這個也蠻漂亮的 叫花車景 花車景 花它應該會蠻高貴的吧 如果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那我現在要挑我 要的 肉 的家 到另外一區 因為這裡 真的還蠻多的 很難覺得 喔這個很漂亮 這個叫羅賓 花吧 你知道嗎 是 一本八十 三本兩本 布蘭迪兩百五 這個就是 車輪組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盆四十三本一盤 所以這裡的價格 大家都要看完之後才可以 整個去 覺得你應該去哪裡 下車 蠻重要的東西 一般的品牌好像都大同超異 然後價格都大約就在 三盆一盤 就四盆一盤 剛剛看那邊 比較特別 五盆一盤 馬騎髮絲 我還以為它是捲捲的 這比較大顆的 這比較大顆的 高砂紫歐 是因為 是因為 硬井 比較 大家喜歡買嗎 因為 都沒有看到 喔 月和井也很漂亮 合黃色 到了一盆 一盆 糖硬井 這盆也蠻漂亮的 老闆 請問這盆糖硬井多少 三盆 對 這盆是450 它是中斑 中斑 你說它的中斑是中間 是不是 中間有條紋 中間的條紋 叫中斑 它是中斑 另外一個 負輪斑 負輪斑是 稱之不及的 是不是 負輪斑那就是一般外國力 喔 了解 負輪會比負輪還在保護 好 所以中斑 所以光 糖硬井又 分了很多種類 所以價格又不同 它不是糖硬井嗎 它是糖硬井 對 但是它是中斑 對 另外一種是糖硬井 負輪 然後再來就是 一般的 糖硬 一般的糖硬 就是沒有任何的條紋 就是 紅 紅 紅綠這樣 紅青這樣 對就是那種 那就是一般的 對 一般的糖硬 糖硬建議 對 然後另外有 糖硬的山豬葉 那老闆也 分享了一些 糖硬井 價格 跟 頁面不同的 部分 那 剛剛在分享之後 忘了看 這個其他大顆的 好啦 那今天大概 多了 我就到這邊 就要開始來選 要買的東西了 觀音連卷圈 這裡也忘了 四十 白沖 白沖 也蠻美的 蟹末 黃的叫明月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明月 老闆說 它如果光照夠的情況之下 它會很漂亮 然後就會呈現夜端 這樣子的 顏色 那應該就是 有一點 黃蟹末 的顏色吧 所以這盆也買了 老闆說 這個大顆的就是遇到 大約成像這樣子的 深色的顏色 這叫什麼 莉玉 那個 黃莉 我要來看一下這個 黃莉 黃沉沉的 黃沉色的 還蠻討喜的 來找一下 你看我那個大顆的 叫桃之椒 桃之椒 很挺很厚的那個 那有一個 多露類似 彼岸花的感覺 今天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然後老闆也都很親切 也會很仔細的跟你講一些 多露的特性 還有不同的 顏色 反應 顯色 或是 不同的光照 會產生什麼樣的 那 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了 如果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現在我已經 回到家了 現在看到的就是 今天的 戰利品 我沒有去 見過花式 但是我去了 桃園的 大興 西路的 多露市集 你喜歡這支影片呢 歡迎你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好 那今天呢 這裡12種 多露的品項 我都有 名字了 這個叫做 大紅捲圈 很特別 它曬到太陽也會更紅 然後 這個 我有叫老闆特別寫上去了 這個叫 藍雲 藍雲 這個叫 仙座 仙座 這個叫 赫斯特 也是很漂亮 但我想起了 不知道哪一間的奧斯卡 最佳遠處劇本 得獎的 海邊的 曼徹斯特 很難念的名字 赫斯特 海邊的 曼徹斯特 好 那不管它 然後接下來 花月夜 這名字 很美喔 很朦朧 這個叫 奧利維亞 這個叫奧利維亞 那接下來呢 這個叫 明月 明謝會顧的名 金明明 明月 到時候它的日照呢 若夠強的情況之下 它的顏色會呈現 就像這個上面的 應該就是 黃色芥末再帶一點點的咖啡色 然後這一盆叫做 美麗蓮 美麗蓮 它的夜心也是 剩粉紅色 沁粉紅色 然後夜緣也是有粉紅色 就所謂的顯色 反正陽光越強它就會 越紅吧 然後這邊 竟然多了一個 刺武家的那個 刺葉 刺葉 在這裡 那這個呢 叫做 女王花 女王花 老闆說這個 要換盆 因為它是屬於 比較大顆型的 所以要換盆 這一顆 叫 美麗蓮 對不起 這個才是美麗蓮 這個叫做 紐 紐倫寶珍珠 紐倫寶珍珠 紐約的紐 倫敦的倫 漢寶的寶 珍珠的珍珠 因為他們的名字 多了的名字 真的都很不好記 叫銀星 它整個 不知道 看它的感覺 它的夜間那邊 還會多一些些 小小的虛虛 就讓人家感覺 它 頗神秘 它叫銀星 銀河的銀 星光的星 這個叫 加州陽光 這個呢 它是 越照呢 會越 黃 會變成有一點點的 和黃 那當然還是都不需要在強光下 那今天 有特別去跟老闆了解了一下 光照若是夠足的情況之下 多肉它就不會土長 是因為光照不夠 它才會土長 因為它有向陽性 就是這樣 如果你光照夠的情況之下 它就是一直維持著矮化 那如果說光照不夠啊 它一串高的話 土長 它的 葉片跟葉片之間的那種層次 就會拉尖距 就會拉得很大 那就變得 很醜 那這個時候就要把它切掉了 如果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和按讚 那今天呢 就是我 我帶回來的戰利品 那 同樣的 它們很乾 那 我也要讓它們去 吸一下水了 今天也順便買了 多肉用的 戒指 綜合10粒 含土 還有這個 反正到時候我就是兩個 跟它和在一起 就看哪一些要換盆的 我就來把它換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如果是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你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